接著我們要介紹三類槓桿 你不用背它是第幾類第幾類 你只要知道我長成這個樣子 那到底是會省力還是會背力就可以了 第一類槓桿支點在中間 當我支點放在中間的時候 我並沒有說施力比一定會比較大 或者抗力比一定會比較大 不一定 所以會有的情況是施力比大 有的情況是抗力比大 這個花木剪誰大?施力比大 所以它會怎樣?省力 剪花木的修剪樹木的 可是這種理髮師用剪刀常常剪刀 這是怎麼樣?抗力比比較大 就會費力還是會怎樣?省時 那一般剪刀就是剛剛講過不省力也不費力 差不多 所以這個不一定要看圖上怎麼畫 才知道它的省力還是費力 一般剪刀就長這樣 差不多 像這個開明器 開明器 中間這個壓的地方 那叫做支點 這個叫抗力 這叫施力 所以這個是誰啊?抗力在中間對不對? 抗力在中間 這時候一定怎樣? 施力比一定會比較大 所以它一定會如何? 它一定會省力嘛 所以它一定會省力 它一定會省力 這個我們稱之為這個一定會省力 這個我們叫做所謂的第二類幹什麼? 抗力在中間 抗力在中間 那它一定會如何? 他一定是省力但是會費死 這個叫做這種用來剪紙的剪刀 抗力在中間 所以施力力比較大 所以它一定會省力但是會費死 這個叫做這種用來剪紙的剪刀 我在這裡施力 後面是支點 前面是抗力 施在中間 施力在中間 所以一定是抗力比比較大 一定是抗力比比較大 施力比比較短 所以它一定會如何? 它一定會費力 它一定會費力 所以這種 這種它一定會費力 這種它一定會費力 它一定會費力 那這叫做第三類幹桿 施在中間 施力在中間 因為施力在中間 所以施力力力比較小 抗力力力比較大 所以它一定會怎麼樣? 省時但是會費力 像那個夾麵包的那個夾子 夾麵包的夾子 就是一個像這種第三類幹桿 我剛剛講過了 你不需要管它叫第一類還第二類還第三類 你不用費這個 你只要知道我的土長這樣 它是省力還是費力 我告訴你這四個東西 你知道它是省力還是費力就可以了 OK? 可以嗎? 可以 我有一個問題 阿基米德說 給它一個地主點 給它一個支撐點 還有一個夠長的木棍 它就可以把地球舉起來 這樣子說有道理嗎? 你覺得這樣子說有道理嗎? 有 有 沒有道理阿 這樣怎麼會吵 16號 16號 不算 1號 1號 6號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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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一個讚的地方 跟夠長的木棍 壓 就把地球舉起來 有道理 有道理嗎? 有 有請坐 正常情況下都會說有道理 理論上可行 理論上可行 實際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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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質量這麼多 我們算六乘以十二十四十方公斤 假如你的力量可以舉起一百公斤的力量 實際幣乘以實際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我們比例這麼多比一 也就是說你要讓地球舉起來一公分 你就要往下壓幾公分? 相似三角形你就要壓這麼多公分 六乘以十二十二十方公分 就大概六乘以十的十七方公里 先不要說一個棍子如果這麼長 自己的重量會不會就把自己折斷了 假設你有這種材料可以長這麼長還不會斷掉 假設可以 假設可以的話 那你要把它往下壓這麼多對不對 地球才會舉起來一公分喔 你用每小時一百公里去壓 你要花六千八百十九億年 宇宙到現在才一百多億而已 你從宇宙彈晶到現在都壓不斷 你用光速去跑也要六萬多年 你用光速去壓 六萬多人才壓得到 你要壓這麼久他才能上來一公分喔 所以理論上可不可以 棍子一壓就舉起來 理論上對沒錯嘛 幹幹原理嘛 十利比乘以十利等於抗力比乘以抗力嘛 理論上可以實際上根本 沒可能 根本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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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理論上可行 實際上完全沒有發動 沒有辦法 聽聽就好 但是重點是他要教你幹黨原理 他可以幫你審立 這是他的重點 Keyword 進入這個作品就可以了 OK